好,這次呢我們來說明一下 就是如果利用網上就是在框圈 大家都知道一個whastomai.com的網站 那這個網上提供非常多的資訊 大家可以去做一個參考 那同時也提供一個快速 作為你想不想入手這個顯卡 來做挖換這個快速的架測計算 還有算力的計算,它會幫你做好 那上次提供Excel是一個自己算的 那一個可能也我覺得是比較全面性的 那這個是很快速單路計算 那我來解釋一下是怎麼用 那比如說我最近不小心又入手一張570 二手的框卡 那會入手的原因是因為我那個 那個框器還有兩個空位 那我覺得這個價錢還不錯 還可以啦,不會太貴我就入手了 那我們基本上介紹一下怎麼用 那你就是打whastomai.com這個網站 那進來之後呢,這邊有個主要的一個算力的區域 那你什麼都,你不用去選什麼顯卡 都不用理它,因為我們是以算力做為基礎的 所以我們直接到下面 ETH這個部分就是ETH的算力 那我570可以調到31 那剛剛入手的時候它只有28 那我再下一期就介紹怎麼 再把它恢復成31 好,之後如果解決散熱的問題 好,那31,那瓦數呢是100瓦 為什麼是100瓦呢? 嗯,我這邊先不做解釋 那基本上如果有看過我另外一期說 Riser card有需要瓦數就會知道 那基本上這個570這個二手的礦卡呢 它體質比較差一點 那號的瓦數在 嗯,HiveOS上顯示是110瓦 那我根據Riser的加進來的話 總共是150瓦 這就為什麼我要填150瓦的原因 因為既然我們買了這一張 我們要算說它到底能不能回本要多久 那自己要先一個底 好,再來是往到下面 這個Cost的部分呢 又是大家用的那個電力基礎又不一樣 那0.107呢,是我做的一個參考值 就是用兩段式電價 當然如果你沒有申請的話 可能不是這個費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算的 好,這個是簡易式的時間電價兩段式 那這邊有一個,你看呢 就是尖峰時段7到22 這搭起來是15個小時 那這邊的話,這15加9 這邊是走Total是9 所以加起來是24小時 那尼峰的6日的話是1.8塊錢 就是每度 那這是夏天,那非夏季 那有點複雜 我們直接用夏季來算好了 整個均價完之後呢 這個我們先忽略 我算到價錢是大概3塊錢左右 好,那3塊錢除以 我們看一下 3塊錢除以28 也就是0.107 哇,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就輸入這個價錢 我們直接輸入 3除以28 OK,0.107 這個價錢 好,那整個都輸入完之後呢 我們就按計算 好,那這邊就會顯示就是說 哎 跳了一下 看一下 OK,計算 因為價錢 那可能會隨著ETH的跳動吧 OK 我們看到一下就是 如果你純利潤的話是1.6 扣掉那個電費的話 是1.22 那 我們來看一下 1.22塊錢 如果我們這樣20小時 去做開花的動作的話 那多久回本 等一下 OK 打開計算機 1.22 那1.22 1.22 我們要乘上28 對不對 我們要乘上28 乘 OK 乘上28 就是每天呢 有34.16塊錢的利潤 那我買這一張顯卡的話 是 7500 那我再除以 剛剛 34.16 我需要219天 那換算成月呢 就是 7個月 7.31個月 就可以回本 那 能不能在7.31回本 或者更早呢 其實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ETH可能就 可能挖不到7個月了 對不對 我買這一張根本 這時候都回不了本 那這個還算是比較良心的價錢 對方賣7500 那以同等算力的話 你隨便66X0 XT的話 它的價錢是15000到18000 這個的兩倍以上 那如果 你今天想要入手6666 66XT AMD來做 哇晃的動作的話 那 絕對回不了本的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入手的話 一定要很清楚去計算這個成本的概念 那 如果你想入二手顯卡的話 或礦卡的話 又是一個風險 因為它都已經過保了 那你要有相對的能力 了解這方面的知識 做一個處理 那 那 這個回本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說 如果有人在跟你推銷說 欸這個礦計算力很高吧 然後騙你說 很快可以挖回本啊 然後投資都有風險啊 你一定要搞清楚 這個投資到底滑不滑得來 那 這個簡單計算的方式呢 就提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你可以隨時 你可以用手機 然後直接在上面做一個輸入 那你就會知道這個 這個二手的顯卡 或是這個新的顯卡 適不適合買來做挖礦 還是說 你休閒挖礦 那 如果你錢多的話也無所謂 那 畢竟 錢在你的手上 好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介紹 我覺得不錯的話 麻煩幫忙 點讚訂閱跟分享 謝謝 謝謝